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他说 This is what the sculptor must do 第一段说了半天没有谈到雕塑家 第二段出现雕塑家了 这就是一个雕塑家必须去做的事情 这个This承接刚才第一段最后一句话的后半句 什么是雕塑家必须做的事情 就必须在智力上和情感上理解 一个在空间中存在这么一个形状 这是雕塑家必须做的事 老百姓没点能力 可以理解 但雕塑家必须这么做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What the sculptor must do 当然是表语从具 主细表结构 那么接着看第二句话 他进一步去描述 He must strive continually to think of and use form in full special completeness 他还是雕塑家了 怎么样 他必须一再的努力去想象 并且有的时候还得使用这个形状 咱们在完整空间中存在的这么一个形状 这个strive是书面语 就非常努力的去做 他后面可以跟to do 本分钟跟的是to do to think of 也可以跟for为了达到目的而努力都行 continually咱们以前多次说过 他表示一再的多次的反复多次的 他并不强调一秒钟都不停的 一秒钟都不停持续的得用continuously 对吧 我们说ous结尾的 但al结尾的就是表示一再的多次的 雕塑家也得上厕所也得吃饭也得睡觉 不是上厕所吃饭 吃饭上厕所倒过来说吧 对吧 他不可能天天一秒钟不停在做这事 但一再的反复的 用continuously是正确的 think of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看 conceive of conceive的缩写版本 这个简单版本 就类似咱们说的imagine 设想想象 这个不是想到了 是设想想象多一次 and use是插入语来 就顺便说一句 有的时候还得使用 这个form 这个形状 形状还是抽象的形状 不是表示一个两个具体形状 可以当播放声明词来用 这个后面in开始到 巨墨下号线部分 但是后织定义来 在完整的空间的 在空间的完整的形状 在完整空间的形状 完整 咱们雌性调节一下 完整空间的形状 整个说雕塑家必须一再的反复去想象 并且有时还得使用一个在完整空间中存在的这么一个形状 这是雕塑家必须做的事 里面一些小细节 咱们先看strive 大声先读一遍 strive 什么意思呢 try very hard to obtain or achieve something 为了获得或实现某个东西 而去努力去奋斗 叫动手strive 它的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是strive to do something 努力去做谋事 短分钟用的这个搭配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we strive to be accurate but some mistakes are inevitable 我们努力要做得精确 但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strive是努力去做 这第一个搭配叫to do 刚才说的第二个搭配strive后面叫for 为了某个目标而努力 加其次for也是表示目的 这也行 比如说women who were striving for more freedom 当时在努力取得为了更多自由而努力的妇女 后面定义冲就修饰她了 strive为了更多自由而努力奋斗 just strive 本文中还有后面那个think of think of注意 这不是想到 尽管它有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设想想象 think of something imagine something 想象某个东西 也看一个例子 just think of the experience 想象一下这开销 把它花多少钱 think of这里不是想到 是想象 有这个意思 它得持续地去想象 而并且就是它的使用 在完整空间中存在的形状 这个翻译是可以把completeness 这个词形调整一下 咱们不用名词了 完整空间中的形状就好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句话 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他说 he guessed a solid shape as it were inside his head he thinks of it whatever its size as if he were holding it completely enclosed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他好像在头脑中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立体的形状 solid 咱们讲过 多一词 表示固体的 立体的 结实的 都行 在这是立体的 acid war 是插入语 好像做比喻 它不可能真在脑子里出现这么个东西 那就死了 这个人 好像在脑子里 真的出现在大脑里一样 as it were 咱们多次讲过 固定的一个插入语 叫好像 它跟soto speak 可以替换 咱们在舌读那刻书讲过 那么后面破织号 表示进一步解释 它怎么会脑子里会得到这个东西 表示解释 为什么 它无论它是什么形状 它来设想想象它 think of 还是刚才那个imagine 去设想想象 whatever its size 让目状欲从具 无论是什么形状 大脑中想 无论是什么形状 whatever its size 后面省掉了必动词 可以看到 whatever its size is whatever its size may be 都行 whatever引导在让步状欲从具里面 如果未遇动词是必动词 可以省略 咱们一会说 不省也行 不省也可以 然后as if 是牵套在剧中的一个方式状欲从具 好像什么样 好像它完全把这东西放在手下 环绕在手心里面 再拿着这么一样 还是一个比喻 但并不是真正这么做 在头脑中设想 并不是这么做 所以as if后面用了虚拟去 as if 本来是he is 这种方式 he wore 虚拟虚拟 虚拟虚拟 不能用whats 就是wore 好像就是拿着 怎么拿着它 completely enclosed in enclosed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就是方式状欲 这么拿着 完全环绕在手心里面 enclosed 就被包围 被环绕 包围在手心里面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这个hollow 这个不是形容词 在这是名词 表示凹陷的地方 the hollow of one's hand 手中间凹陷的地方 就我们常说手心 周围一圈肉 不都包住了 所以完全缓扰到手的正中间 好像拖着 用手拖着一样 但并没有拿在手中 所以虚拟去 as if as if后面用真实义区 虚拟去都可以 就看是不是可能性很大了 如果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当然用真实义区 如果可能性极小 会根本不可能 用虚拟去 在这在头脑中设想 并没有真正拿着 这跟事实相反的 用着虚拟 这里面有好多一些小细节 比如第一个就是复习 as if war 好像 多次说过 它跟sir to speak一样 好像 而且一般都做插入语 好像什么那样 做比喻语识可以这么用 能大声来对一下 as if war 第二个 注意不要都so to speak sir to sit 一带过 然后speak中读 sir to speak sir to speak 好像是 这个复习背 三册三十八克 最早的日历 never be able as if war to see and hear us in action 他们就未来的历史学家 好像能够亲眼看到 亲眼听到 我们在做事情一样 因为现在音频视频 好像 在复习舍读那个书 在四次二十克 一百一十五页的 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 一百一十五页 十五到第十六行 舍读这个书 它说 it is said that the nerve poison is the more primitive of the two that the blood poison is so to speak a newer product from an improved formula it is said that 就据说 据说神经性的毒素 这个毒 这种舍毒 是这两种毒里边 更原始 更落后的一种毒药 这个that跟前面 这个that的并列 都是主义宋剧 前面it不是形式主义 毕竟还据说什么 据说血液毒 好像是怎么样 好像用改良的配方 来做出一个更新的产品一样 这并不是真的产品了 好像是so to speak 完全可以换成 is the more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讲过 它好像在大脑里边 获得了这么一个形状 但并不是真实的 他he thinks of it 就是他设想想象它 无论它的形状是什么 whatever its size 这是个完整的 让步状悦从去 B动词被省略了 这个小的知识点 在三册的47颗讲过 这是老知识的复习 三册的基础好重要 whatever引导让步状悦从去中 常省略B动词 当然如果谓语不是B动词 就没法省略 如果是B动词 可以省略B动词 当然不省也行 本文中写权力是这样的 he gets a solid shape as a word inside his head he thinks of it whatever its size is 当然是有时候 你用maybe也行 也能讲通 whatever its size may be 或者is都行 这个B动词被去掉了 好像它完全 把它握在手心里一样 这个是省略的B动词 这个情况在三册出现过 我们看三册47颗里边 论污染那颗书 whatever the source of noise one thing is certain silence it seems has become a golden memory 无论污染源是什么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这个安静 看似已经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了 在当代城市 这个到处是嘈杂的声音 whatever the source of noise 这句话没有微动词 当时老师讲过 省略的is 记住 whatever引导的让步 中于是你不要推广 其中 微动词是B动词 可以省略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after all whatever her faults she is your mother 毕竟 无论犯了什么错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 你不能做得太过分 whatever her faults 我们省略的B动词are 无论他错误是什么 再比方说 the country is always beautiful whatever the season 无论是什么季节 这个国家总是那么美丽 后面省略了 whatever the season is 这个B动词被省略了 是有的 是被省掉了 这个句子不错 这是whatever引导的 让步状欲层中 特殊的省略 这个记住 本文中用的完全正确 然后as if he were holding it 这是用虚拟器的 我们知道 as if引导方式状欲层居 好像什么那样 如果可能性很小 或者根本不可能 我们一般要用虚拟器 跟前面动作 如果同时发生的话 我们倒退一个实态 把实态倒退一下 但是B动词 B动词通通用war 就看他跟前面的动作 是不是像同时发生的 不是同时发生的 往前 如果发生早 从实态倒退一下 就行了 这么说 他抽象 咱看例子 三册的例子33个 三册33个 就是难忘的一天 It is as if a single and important event set up a chain of reactions 看似一件微不足的小事 就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 作者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好像是这样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as if 好像 只不过在这里面 as if 当是表语从拒 因为他放在主系表结构里面 但也是好像什么那样 他做方式状语从拒比的常见 这做表语从拒也是一样 好像吗 并不是这样的 本来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应用sets 第三个单数 这是set 一般过去的事了 本来是跟前面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一般过去的事 把实态倒退一下 用set B动词用war 那么动词用它的一般过去的事 就好了 还有我们第五课也有 四册第五课 第29页的12行到第13行 29页12到第13行 It's as if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causing being violent and lovely contrast with our suburban creatures 好像他们与我们木钢短浅的地球人来比 这些木钢短浅的家伙来比的话 他们好像 从我注意来说是 宇宙中的生灵 与我们形成鲜明而强烈的 生动的对照 不可能真是来自于地球外部 不可能真是外星人 As if they were 本来是现代词 但是用虚拟倒退一下 用过去词 但B动词都用war 都用war就好了 不可能真是外星人 还有第五课中的另一个句子 29页的14到底是5号 29页14到底是5号 But they do not turn for protection to jury cliches about respect of elders As if myriad aid were reasons for respect 你看 这是方式壮语从据的 前面两个是表语从据 这是方式壮语从据 都是As if 好像 但我并不会像那种 所谓长者长辈应该受尊敬 这种陈词滥调 陈闷的陈词滥的cliché 寻求保护 好像仅仅年纪大 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理由 作者认为年纪大 并不是尊敬的理由 好像是 其实并不是这样 用的是war 本来应该用s 但是记住 如果表示这个事很可能是真的 那么就不用虚拟器了 As if不是非用虚拟器 咱们再看一看三册的第二十八个 三册二十八个 五磅也太贵 gesticulating wildly The man acted As if he found my offer outrageous But he eventually reduced the price to 10 pounds 非常激动地打着手势 这个人表现得好像 他觉得 我的这个出的价格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是 他最终还是把价格降到了十英 大家注意 As if he found 这个found 用的是真实语气 因为前面 acted 后面那个redu都是一般过去试 这还是一般过去试 如果是虚拟器的话 应该被他倒退一下 因为他发生了 从事倒退的话 应该用过去完成试了 但在这用的是一般过去试 一般过去试 这个是真实语气 为什么 他确实觉得我的出价太过分了 你给这么点钱 开玩笑了 跟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 做着推测就是这样的 这种真实语气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十九个 三册 四册的第十九个 四册第十九个 110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110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咱们四册的第十九个 speculations about its nature 就是讲梦那个说 have been going on for literally thousands of years and when our finding that makes the problem puzzling is that it looks very much as if sleeping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giving the body a rest 真实语气 作者说确实是这样的 咱们回顾一下 那么对于梦的本质的推测 speculation 咱们叫推测或投机买卖 已经发生了足足有几千年了 literally表示足足有 足足好几千年了 并且一个非常奇怪的发现 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令人迷惑的发现 是什么 看上去很可能 怎么样 好像睡眠并不仅仅是让身体休息这么一个事 作者说这很可能是这样的 发现证明真的是这样的 用is not没有用or not 所以记住as if究竟真实还是虚拟取决于一个事情 究竟是确实很可能还是可能性极小或完全不可能 这个要注意这个虚拟 好 再回到句中 as if he were holding it 他拿着 怎么拿呢 完全握在手心里边 这么拿着 我们方式状语 completely enclosed 这方式状语 in a hollow of his hand hollow注意是名词 叫凹陷处 这是hollow 什么意思 在这当名词 a place in something that is a slightly lower level than its surface 在某个东西上的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他比表面稍微低那么一点 level就是平面的层次 他比表面稍微低凹陷处 所以凹陷处叫hollow 比如说 the dog found a hollow in the ground to hide in from the wind 这个狗发现了地面有个凹陷处 有个坑 来藏在里边来躲避风 可能外部刮风了 这狗藏着坑里边来躲风 地面的凹陷处叫hollow 那手心呢 是手中心一个凹陷处 在手心里叫in the hollow of one's hand 这个搭配可以背起来 比如说he held she held a small bird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他把这个小鸟 放在手心里边 在手心里边拿着这只小鸟 在手的凹陷处 那本分钟是环绕在in close 被包围嘛 被环绕握在手心里了 周围一圈肉包住它 握在手心里拿着这个东西 好 看进一步看第二段的第四句话 看下去 看听目 他说 he mentally visualizes a complex form from all around itself he knows while he looks at one side what the other side is like he identifies himself with his center of gravity it maps its weight he realizes its volume as the space that the shape displaces in the air 这句子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看看他说 他在头脑里面想象一下 一个复杂的形状 visualize 就是刚才那个think of 也相当imagine了 什么形状形状 后面是状语 from all around itself 就是从这个形状周围 一圈各个角度来想象 在前面看 后面看 左面看 右面看 分别的形状是什么样 在心目中去设想一下 from all around around是借词 from也是借词 借词短语可以做借词命运 咱们讲过 从这个东西 各个方面 各个角度去设想一下 一个复杂的形状 然后分号引出并语句 he knows 他知道 知道什么 后面 what the other side is like 是做note的并语从句 而中间 while he looks at one side 是时间状语从句 他知道 当他在一面看的时候 另外一面应该像什么一副样子 这个like 他可是借词了 因为它不是像什么样 所以放在并语从子后面 再出现分号 又说下边的句 he identify himself with his center of gravity 他把自己和事物的重心紧密联系到一块 identify a with b 就是把a和b紧密联系起来 或者把a等同于是b 就是他把自己和物体的重心紧密联系到一块 就好像自己就是这个物体 到了物体的重心 在center of gravity 就是重心了 gravity是重力 地球的重力 重心 it's met 它的质量 it's weight 它的重量 它就是把自己和这个东西的重心 质量重量紧密联系到一块 或者是自己等同于这个事物的重心 质量重量 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会想起来说 再出现分号 又说明了一句 he realizes its volume 他意识到这个物体的volume是体积 但volume意思很多 还是比较音量 数目数量 这是体积 他意识到这个物体的体积 s什么是 就是 是状语 是这样一个形状 是什么形状 the shape displaces in the air 这个形状在空中替换掉的这么一个形状 就是这个东西把这个空气占据了 它的这个形状在空中替换掉的这个东西 就是物体的这个volume 这个display是这个替换的意思 这是这个定义重具 观一带子弹做displays的这个宾 就是这个形状在空中替换掉的这个空缺 就是这个东西的体积 好 下面咱们看剧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 刚才说过那个all around itself 就是借词短语做借词语语这个事 咱们多次说过 借词短语可以做借词语语 尤其是from 咱们看几个例子 你看在新科典英语的第三册 第三册这个第三十五课 就是正义得到伸张这个书 咱们见过这个答对 Towards midday a girl heard a muffled cry coming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olves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个女孩听到了一个闷闷的一个叫喊声 从哪呢 从一堵墙后面发出这个闷闷的声音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olves from是借词 behind one of the wolves 是借词而已 做了借词笔语 再不用说 I took my watch from under the pillow 我从枕头下边把手表拿出来了 从枕头下边 under the pillow 做from的笔语 但也不见得都是from 其他借词后面有时候也可以叫借词笔语 比如说 we didn't meet until after the show 我们直到了这个演出结词之后才见面 就是我们until是借词后面 after the show 借词等于做借词笔语 这个再比如说 再看一个例子 the weather has been fine except in the north 除了在北部地区之外 天气都是晴好的 except借词 in the north 是借词等于做借词笔语 这是老师的复习 在回答去中 他知道从一面看的时候 另一面是什么样子 他把自己和物体的重心紧密联系到一块 这个identify with 这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搭配 也是比较文雅的一个搭配 identify something or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 就把前者跟后者紧密联系到一块 或者把前者等同于后者 identify 后面加with 这个注意翻译 别翻译错 咱们先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one cannot identify happiness with wealth 人们不能把快乐跟财富等同起来 快乐和财富未必化等号 紧密联系到一块 或者是 never identify opinions with facts 绝不要把人的看法跟事实等同起来 看法未必是正确的 看法跟事实不能够过于紧密联系 甚至不能把它进一步等同起来 那同样的后面跟人也行 你看这个例子 he refused to identify himself with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他拒绝把自己和这个新的政党紧密联系到一块 拒绝认为自己是这个政党的一部分 把什么什么和他这个东西紧密联系到一块 再比如说 the politician is too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former government to become a minister in ours 这个政治家过分紧密的与前政府有联系 所以呢 他不能够变成我们政府中的一个部长 一个大臣 这是紧密相连 这种被动了 在把什么什么紧密联系来 或者把什么什么等同于什么什么 分分重是 他把自己跟物体的重心central gravity紧密联系来 还有物体的mass质量 还有weight重量 那么他意识到物体的volume体积 就是什么呢 s是作为事的 就是这个空间 什么空间 the shape displaces in the air 就是这个形状在空中替换掉的这个空间 就是物体的体积 这个看一下一个动词 就display 就代替取代替换掉 它相当于to take the place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代替或者取代就好了 比如说 gradually factory workers have been displaced by machines 逐渐慢慢的 工厂里的工人被机器所代替了 就是这个 本分重是这个形状在空中所替换掉的这个空间 就是物体的体积 这是一个这个雕塑家应该做的事情 好 第二段 哥老师就看到这